王委員好 部長早 那請相關夜館如果要補充的話就隨時自動上來 我們就不用再請了 第一個部分我先請教 我們針對這一次敦目遠訓 國防部有頒定 根據你們的報告書有 有頒定針對防疫的財事事項 海軍司令部也頒布了因應這個肺炎的應變實施計畫 支隊部也就是這個支隊 我們這個敦目艦隊也頒布了因應的實施作法 沒有錯嘛 有 那這個頒布的內容我只有兩個問題要問 第一個 中印 這一個這些命令指示的內容 有沒有指示到 艦上人員健康狀況的通報流程及內容 在國防部這部分 因為當時 這三份命令裡面有沒有這個東西 是有 健康狀況 二月底三月初 當時我們針對發燒這個是特別比較敏感 只要有體溫不正常 我們需要馬上去到醫院 OK 所以就部長這樣講就是 我們 在出發前的這些東西 已經告訴他要通報哪些東西 是 通報流程我待會再請教 疑似的病症都要通報 第二個問題 那通報的時候 你們就部長來講 對發燒啦 上呼吸道啦 或者類似這樣的症狀 會特別重視嘛 是 所以在這三個頒布的防疫計畫裡面 有沒有包含在什麼狀況下 要啟動隔離啦 防疫的措施 裡面有還是沒有 只要一發聲就要啟動 我們在這個計畫裡面 在裡面有一發聲就要啟動 那啟動權 是在艦長 在綏靖衣冠 還是支隊長 還是艦指部 還是海軍司令部 還是參謀本部 還是我們國防部 就是我根據這裡指示的什麼狀態 我要進行隔離防疫措施 發動的決定權在誰身上 我們海軍副司令給您幫忙 來 美副司令請講 我把當時他們出去的某一段規定 念給您聽 它上面有明確的規定 支隊航行期間 當人員發生身體不適狀況 這裡面包括發燒 咳嗽 呼吸困難 喉嚨痛等呼吸道症狀 第一個要先由衣冠評估後 移至我們的自主健康保疫區 我時間沒有那麼多 你就告訴我 我剛才問的問題很精準就是 你們有指示哪些樣態要通報了嗎 哪些樣態要啟動隔離 或啟動防疫措施嗎 那個啟動權是在誰身上 啟動權是由那個 一官是第一個 第二個是 艦長 再來支隊長 最後他再回報到 他就可以決定了 他就可以啟動了 他就啟動那個所謂的隔離 好 我問下個問題 這個東西先記起來 那 在這整個 敦牧遠訓的計畫執行期間 我們根據規定 隨隊的衣冠 現在 岳飛艦 康定艦 各有一個軍醫嘛 然後在磐石艦上 上面應該有 五個 五個左右的軍醫 那 按照規定 他們多久要通報一次 官兵來就診的紀錄 多久一次 每天 每天幾次 每天 下午兩點鐘會診 會診完之後 兩點鐘會診 兩點鐘回報 會診 然後 經支隊長核定之後 要發給 艦隊作案中心 就回到艦直部 那艦直部還在往上丟嘛 是的 好 那現在我要問一個問題囉 根據你們揭露的資料 我們 這個磐石艦上377個人 有 148位去看病 226人次 看診人數 那 在這分布的時間點都有 請問一下是 所有的病 牙齒痛啊 肚子痛啊 拉肚子啊 發燒 所有的病 是不是在下午兩點會診之後 要報到支隊長 支隊長 這個艦隊的等於是指揮官啦 在報艦直部 我這樣講沒有錯嘛 每天下午兩點要會診要報嘛 請誠實回答我一個問題 第一個 醫官有沒有百分之一百把這些狀況 報到支隊長 報委員 這個部分 我們要做更進一步的 就我了解 衣冠是有做的 因為 有做就是有做 不能 不管關接大小 就我了解 我覺得這時候我們誠實面對 誰對著衣冠 不管關接多小 他是什麼狀況都有往上報 報委員 因為我現在 不了解他們在船上他們的那個 都已經 都來這邊專案報告 沒副司令 不是不是 因為 跟委員報告 哪一位衣冠有沒有回報 我現在講可能都 將來要面臨到 我現在 我現在為什麼要問這個問題 因為我並不了解 衣冠有回報 把這表一打開來 我全部都有報 報到 這個艦隊的指揮官 支隊長 那接下來我就要看 支隊長 報回艦隊 艦直部的 有沒有百分之百過來 報委員 我可以回答的是說 報到我們 艦直部跟司令部的 有沒有發燒的 跟現在的這個是 跟他們實際的東西是不符的 這我可以報告 這個是重點 但至於說 衣冠 他有沒有全部報給支隊長 這我 我必須要當事人 那個 沒有 這個都要調查 我們要調查 我現在要告訴你 你該告訴我一件事情 我們看到你現在整理出來的表 各種原因的情況 結果你說 艦直部跟這個不一樣 那艦直部跟這個不一樣 後面都不用講了嘛 艦直部報司令部 司令部報國防部 通通都不一樣嘛 那艦直部往前推一輪 是支隊長 沒錯吧 我報告就是 艦直部再往回 是支隊長 沒錯 是支隊長嘛 支隊長往前推才是衣冠嘛 艦長 艦長 艦長在是衣冠嘛 是 所以 我不曉得現在現場 你們都會調查的人 能不能回答這個關鍵問題 跟委員包括 這個我們是調查的重點 但是 我問那麼多天 你沒有問到答案 因為我們先知道原因在哪裡 要再深入調查 國人現在憤怒是什麼 大家戰戰兢兢在防疫 結果防疫破了一個洞 今天宣布一下 我這家店不能經營了 那邊宣布一個洞 這家百貨公司不能經營了 那邊宣布一個洞 一般民眾要擔心十幾天 這不是國軍整體的錯 但是我們防疫作為的漏洞 要找出來 洞在哪裡 處分在哪裡 洞在哪裡 改進在哪裡 現在我們已經 我這樣追這個流程 你現在告訴我說 劍指部跟支隊長之間 至少劍指部收到的訊號 發燒這些都沒有報 是 可是你們事後調查有發燒 有上呼吸道 那就表示前面有一段 這個資料被槓掉了嘛 是誰槓掉了嘛 那我可以告訴你 就我掌握的狀況 基層的衣冠都有報 拉肚子也報 牙齒痛也報 他通通都有報 如果基層的衣冠都有報 那就回到艦長跟支隊長 跟劍指部 這三環之間 這個你們要趕快給我們答案 是 因為才知道是在哪一個環節 如果那邊有寫上發燒 照剛才部長回答的 你們頒布三個命令 就趕快要啟動隔離 啟動防疫作為 也不會靠左營軍港 4月9號以後 還放 後來又放他自由行 所有的錯來自於這裡嘛 所有的錯來自於 劍指部收到的 所有 因為按照軍中的慣例 所有指揮官第一件事情 我相信部長如果在部裡面開會 第一件事情就問 杜牧支隊現在健康狀況怎麼樣 一定是第一個問這個 今天幾個感冒 幾個發燒 幾個怎麼樣 幾個暈船 那你這個報告 劍指部在台灣 傳在遠遠的海上 這報告的內容 竟然一查發現 兩面一對 根本對不起來 而且對不起來的恰恰好 是武漢肺炎的病徵 就剛剛好耶 那所以誰槓 誰槓掉了誰對不起百姓 所以你不能跟我講 你沒有調查這個 我希望你們儘快更難 跟我講報告 這在昨天的那個 國防部的記者會 也針對這個有特別提到 提到答案是什麼 因為我們必須要找 當事人 我們一定要跟他 我跟你講真的 現在沒辦法跟他直接對話 跟委員報告 我們困難 不能找基層背黑鍋 我相信你們現在不會 這一定的 第二個 衣冠 就我們現在旁敲撤擊 聽起來 衣冠全部都有城報 那就是艦長跟支隊長之間 跟劍指部之間 這個要釐清 第二個 是 一定釐清 要你們的30天 應該是算到4月13 所以後來有人說 4月14怎麼放了100多個人 是你們自己把時間弄錯了 4月14 4月15 這744位我們的隊員官兵 他就沒事要放假了嘛 在沒事要放假之前 要進行一個程序 叫做入境的一個審查 等於他要入我們國家國境了 類似邊境 那用的是連檢 這個連檢小組 進行這個入境的檢查 那這個連檢小組的成員是誰 好委員 誰負責組成的 我這邊有資料 你倒改一下 我背給你聽好了啦 我這邊可以立刻的 連檢小組 這個這一關也很重要 這是最後把關 這一次海軍等於是兩道所失靈 在通報 各個就診狀況上 竟然會報到箭子部裡面 發燒一字乾都不見了 第二個失靈 就是最後一關了 14號要放假了 阿兵哥放假去哪裡玩是他的權利啊 這阿兵哥沒錯啊 可是決定要放假的是連檢小組 最後一道把關 第一個連檢小組的組成 誰負責仇組的 我們的組長是 艦隊指揮部後勤副參謀長 所以是劍子部負責 是的 他指派後勤參謀長去處理 他是組長 是做組長 成員呢 成員有監察官 後勤官 保防官 軍醫官 法治官等成員 所以這些都是劍子部的人 有劍子部 還有左營醫院 左營醫院 所以我們的軍醫局根本沒有插手的空間 軍醫局並沒有介入 CDC疾管署也沒有插手的空間 所以是劍子部籌組的一個連檢小組 是 好 我現在問的問題 請問你連檢小組 在最後把關在勾那個表格的時候 表格上面有沒有嗅覺異常 咳嗽等等這些新增的項目有沒有 報言 依照旅客入境健康聲明書 在他的第二欄位 有發燒咳嗽或呼吸急觸症狀裡面 他並沒有 沒有啊 肯定沒有 表格在此 沒有嘛 是 你知道這多嚴重 4月3號疾管署 向國家宣布 嗅覺異常 項目 他宣布三個項目 嗅覺異常是在4月3號 對外宣布 然後呢 國防部有收到這一個 國防部大概4月6號收到 你們國防部4月7號 有通知海軍健子部說 有增加囉 那個屬於武漢肺炎的病徵多了 無嗅覺啦等等大概三種 那健子部呢 到4月9號 採用軍網 用包裹式訊息 各位可能不知道什麼叫包裹 你們知道包裹式訊息就是一堆 他沒有特別把圈出來 塞在資料裡面 一堆丟過去 是4月9號丟給健子部 那下問題來了 這裡面很重要告訴你 更新防疫檢疫的項目 對不對 更新防疫檢疫的項目 4月3號疾管署 4月6號國防部 4月7號下建子部 4月9號建子部包裹丟給支隊 敦步艦隊嘛 那為什麼建子部自己籌劃 要最後一道把關 那道法案把住了 你們建國防部根本不用面對這件事情 我們國軍的生育不用被受損啦 這最後一關啊 為什麼你的檢查表上面 沒有這些新增項目 否則4月11、12有兩個就診的 就沒有嗅覺啊 就可以啟動防疫的措施 就不會跑出來了 就不會跑到某某車站 跑到某某百貨 某某量慢電了 部長跟副司令請你告訴我 為什麼連檢小組 沒有把這個更新後的檢疫標準 把它列入連檢項目 然後幾個人就放4月14號 就放了一百多個人放假 放假的人是無辜的 每個阿兵哥放假 他找女朋友找父母 會有事啊 他是奉命放假 他沒有做錯任何事情 今天是我們把關的人做錯事情 所以部長或者是副司令 可不可以告訴我 是誰決定不把這個新增的更新項目 放進連檢小組裡面 報委員 我還是跟您報告 這是我們現在的在調查的重點 昨天部長也特別提到這一個部分 請委員放心 這一定是調查重點 這個是最重要的爭點 所以今天 我現在主席給我多一針鐘 我現在結束 我告訴你兩件事情 我希望部長 脫過一天就沒有意義了 是不是今天能不能啟動調查 第一個 當時軍上的衣官 隊上的衣官 承報了每一種病徵病況 詳詳細細 是到了哪一關 把有關武漢肺炎病徵的化掉 報到劍職部的 這個關鍵點 到哪一關 是誰就是誰 根本不用 不用考慮到人的問題 就事情去追 第二個 連檢小組是最後把關放假的 怎麼會把疾管署通知 新增病徵的那幾個項目 沒有列入檢疫的條件 這是開天下的玩笑 這個很大的漏洞 而這一個連檢小組 是劍職部籌組的 裡面有左營醫院的人 裡面有劍上的衣官 還有包含監察官等等 這兩個問題 今天有沒有辦法查出答案來 我現在逼你沒有意義 你現在沒有答案不要亂講 今天能不能查出來 還是要等明天 報委員現在這些人都在檢疫所 所以我們調查 能不能全部問得到 這個可能要到後續來 才能夠完成 儘快把這答案查出來 這兩個真點 如果查不出來的話 所有的說明 其實大家都知道的東西 我們儘快完成 好 謝謝 謝謝委員